大家午安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我們有時候講到面對氣候變遷呢 該怎麼樣來看能源的使用呢 其實最近呢 國際的這個能源的單位 他們特別提出來了在2013年呢 其實因為這個氣候變遷我們改用很多 再生能源喔 這種所謂的這個 可以再生的像太陽能風力發電等等 創造了很多的工作機會 這個是2013年創造了650萬個工作機會喔 特別是最多的是太陽能 還有例如說在風力發電 或是升職能等等的地熱等等的 所以這個其實我們面對氣候變遷可以積極的轉換 不僅呢可以讓工作傳統的工作再升級 一更可以創造很多的就業機會這是一個新的 想法 但是呢這一定要大家一起來做 在全世界來說的話最多的工作機會目前是在這個大陸 基本上每個國家每個區域都非常的明顯 大家也在做這個事情所以特別提醒大家 我們不要只一直陷入在合適的一個爭議喔 趕快往前面走才是一個正確的一個道路 台灣天氣來說的話今天明顯轉好了 不過早上還是呢有些雲氣明顯的移進來 現在已經冬移了整個封面冬移出去了 新的一波呢事實上現在正在這個中國長江流域這邊醞釀 預計兩天之後大概禮拜四的晚上的時候 會接近到台灣要稍微留意一下後續的變化 當然啦這邊呢還是有一些不穩定的區域 而且吹的偏西南風所以台灣來說的話 未來這兩天 還是一樣三區有午後的陣雨 像今天來說的話是這個呢雲氣是要從西南邊移進來的 所以西半部呢都有一些這個雨勢 山區有一些這個陣雨 那未來的情況呢台灣天氣還不錯大概好個兩天 但是接下來呢長江流域這個封面會慢慢的一個難移 預計呢在禮拜四的時候禮拜四晚上的時候 封面稍微少過去 四五的時候天氣變得比較差一點 一直要到周末的時候才會慢慢的轉型 那這個時候有個特色是明顯吹的這個偏西南風 所以容易有一些午後的熱對流在山區容易發現 所以明後天呢其實中南部的山區要留意有一些午後的熱對流 那禮拜四晚上到禮拜五的時候 風面影響東北部有一些這個雨勢 那禮拜六呢就會慢慢的緩和當中 所以請大家 要留意最近天氣變化的節奏 變化變得很不一樣 風的部分最近很一致的 吹偏西南風 所以這個時候呢唯一的特性就是熱 而且悶熱 很濕熱請大家呢 在家裡呢開個電風扇 稍微就可以舒服了一點點 預計呢整個溫度呢大概在禮拜四晚上到禮拜五 封面接近了之後 接下來溫度會稍微降一點點 所以未來這幾天其實 大致上禮拜四呢 晚上接近的時候 高溫會稍微降一點 雲亮呢在禮拜四中午可能就開始增多 所以北部呢明天還是接近超過30度 很悶熱的天氣 很熱這種屬於會中暑的天氣 因為濕度很高 那禮拜四禮拜五會留為下架一點 到六日呢又明顯的那個 回溫當中 所以清晨的溫度呢都已經25度了 有點悶熱 這個是南部的 北部的溫度呢事實上也是有一些明顯的一個變化 請大家稍微多留意一下這段時間的這個時間差 特別是明天來說的話有點熱 我們要來建議 封面東移 減緩轉勤 高溫悶熱要一定要注意一下防曬 那山區呢 午後容易有一些熱對流的發展 就是午後雷陣雨啦 未來這幾天都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周四晚上呢另外一波封面就開始接近了 請大家留意周四到周五的這個雨勢 好來看詳細的天氣數據 9月1日曼 9月2日曼 20月3日曼